哈喽大家,今天我们做奥利奥乳酪司康 首先把奶酪室温软化后加入10克的糖搅拌至顺滑 再倒入25克的巧克力豆,把它们搅拌均匀后 装入裱花袋里,挤成均等的6份 放进冰箱里冷冻备用 接下来我们做司康的部分 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材料 把所有的干性材料混合均匀后 加入我们冷藏好的黄油块 用手把它搓成这种沙粒状 先倒入一部分的牛奶,奥利奥碎 把它们揉成团 如果中间面团比较干的话 可以再加上剩下的牛奶 把面团分成均等的6份后 我们做成这种碗状 然后再包入我们冻好的奶酪 包好之后我们把收口捏紧一点 这样可以防止烤的时候奶酪流出来哦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司康撒上一点奥利奥碎 这样它烤出来会更加好看一点 烤箱170度烤22分钟就可以了 烤完后我就把它送到冷冻室里面去冻住了 因为司康我比较喜欢吃冻坑的 你们看这个横切面是不是特别好看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拜拜 拜拜 拜拜